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番的开始 上一次我们讲到非思良处 阿弥陀佛坐断六根 无躁坐实 清太故乡横腾八极 这两句最重要的就是非思良处 无躁坐实 那么也是凡圣差别的所在 圣人 我们说觉悟的人 觉悟的人 他心地清净 他没有妄念 不知迷惑的凡夫 妄念不断 凡圣差别 实在讲呢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 古时候圣人 叫人 叫客念坐圣 你看这四个字都有味道 凡人把念头克服住了 那他就坐圣了 克服不了念头呢 那你就是凡夫了 诸佛菩萨没有别的 就是妄念断了 断得干干净净 一丝毫都没有了 那这就是佛陀 祝福如来啊 断了还有一点点 极其威信的一点点 还没断 那等着菩萨 由此可止 这个修行 讲总的原则 总的纲领 没有别的 克服妄念而已啊 所以阿弥陀佛呢 他做到 非识良出 阿弥陀佛做到了 所以他六根 六根寂静了 六根寂静了 六根还原了 樊本还原了 他成功了 这个一句是讲坑念 那么第二句呢 讲造作 佛菩萨在摄放法界 信无量无边身 度无量无边人 你说他有没有造作呢 无造作 怎么说无造作呢 明明在造作 为什么说无造作 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 释迦牟尼佛为大家讲经说法 49年 天天讲啊 没有一天休息啊 可是佛在般若经上讲 他没说一句话 谁要说佛说法了 那叫傍佛 大神教里面 我们也曾经听说 有所谓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佛菩萨到九法界来 信身说法 就是 信而无信 无信而信 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这个话了 讲的把我们搞到无理无中了 我们听了迷惑了 怎么说 信而无信 说而无说 信身说法 前面讲过很多了 是因众生之感啊 自自然然信的 自自然然说的 没有一点意思在里头啊 没有一点意思 就是无说 因众生之感呢 那就是有说 所以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就是这个意思 真说了很多 但是佛 绝对没有起心动力 绝对没有分别执着 这个话我们听不懂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还是用面前荧光幕来做比喻 这个电视的荧幕 或者是你们电脑前面这个荧光幕 干干净净的 一尘不染了 对不对啊 你会点头 是的 这个里面 现在呢 你接收 这个讯息 这里的现象 我们要问 这个荧光幕现象 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 是不是 现而无限 像是现了 荧光幕上说 确确实实 没有丝毫沾染 你们想想看 这是不是 现而无限 无限而行 现在这个影像呢 也在这里讲经 也在这里说法嘛 是不是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祝福在九法界 现身受罚 就像我们现在在荧光幕里头 现象 受罚 有个道理 那就像这个样子 所以 那个会 你们家里都有电视 每一天会修行的人 看电视 都是修行 在这里说 大彻大悟了 哦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荧光幕代表 法性 这里面的现象 荧光幕能性 那个像是索性 能线索性 能索是一 绝对不是二 能线的决定不变 索性的会变 怎么变的呢 起心动念 它就变了 不起心不动念 它不变 不起心不动念 叫一阵法界 一阵法界是活的 不是死的 这个不变 不是说它不动 那个画面 一样动 所以 能现索性 能变索变 是一 不是二 这个你才真正搞清楚 真正搞明白了 诸法实相 所以吴躁做事 清太故乡 横腾巴结 清太故乡 就是 我们就用这个 荧幕在路比喻 啊